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4月2日 星期二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跟進一下垃圾徵費 昨天開始做試行計劃 據報有試行的大廈有居民就說 獲派的指定袋都不夠30天用 並且批評售價太貴 有多貴跟各位一起了解 另邊商亦講講各大消息 據報由麻地 有個人據報被追斬受傷 甚至冒死由天台爬到樓下單位 現場情況如何跟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試行大廈講垃圾徵費 有居民就說獲派的指定袋不夠30天使用 亦批評售價太貴 報道機內民看到政府押後到8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垃圾徵費計劃 但政府在昨天4月1日率先在14個試點實行垃圾收費先行先試計劃 當中荃灣的滿絡大廈安寧樓是其中一個先行先試的點 每位居民可以獲派30個15公升的指定袋 不過有居民稱只獲派20多個袋不足一個月使用量 到屋苑的信民署是信民的 重新換回30個指定袋 另邊商住戶梁女士就說她都是只獲派20多個袋 因此到屋苑信民署查詢 立即獲得重新派發30個指定袋 她認為指定袋收費太貴 就說那些老人家有什麼收入?你還那麼貴? 被問到希望指定袋的售價多錢的時間 她就說越便宜越好 她就跟老公同住 平日都有回收的習慣 廚餘也不多 因此有時候可能兩天才會換一個垃圾袋 另邊商亦都說說餐廳面對的警方 根據HK01的報導 餐廳估計每個月成本增加3000多元 另外被問到試行袋會不會留起再用? 她就說有標記不能夠存起 報導的內容提到 垃圾經費先行先試 位於旺角彌敦道的點心酒樓上徵館 將會試用政府免費提供的指定垃圾袋一個月 負責人陳先生認為 指定袋和一般袋分別不大 沒有不方便 但估計日後每個月成本增加約莫3000多元 強調餐廳不會團職指定袋 強調餐廳不會團職這些免費的指定袋 留到正式收費的時間再用 因為這些試行袋上印了D字的標記 被人變色並非正式的指定袋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說納實徵費先行先試 這個計劃也很重要 加恩這一個月的試行計劃 正正會在5月6月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各大局長副司長都被問到 如果那個推行效果是不好的話 會不會收回或押後的垃圾徵費呢 最新高官的口風有變 就說要看看社會的意見等等 當然民意相當重要 各界都關注垃圾徵費的試行計劃 究竟過程是流暢還是有不同的問題發生 還要多看幾天 不知大家怎樣看不妨留個言聊天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治安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尤麻地男子被刀殺追斬 天台冒死爬落樓下單位逃命 說警員是持盾帶護頸到場調查 報道機內文看到尤麻地發生斬人案 在昨天4月1日傍晚6時多 警方接獲報警 說三名非華裔男子在德昌里11號堂樓的天台 持牛肉刀和菜刀追斬另一個人 事主一度在窗邊躲避 險象還身 救援人員趕至沉莫一名男傷者 他右手手指有藥膜 百尼米的割傷 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疑犯就已經不知所蹤 現場消息說雙者是遲行街址的33歲 越南籍的男子 遲行街址身上疑似有走起 事發的時間他被同鄉追斬 逃走至四樓的天台過後 冒險園外牆爬入三樓一個單位站備 警員事後穿上戰術背心 戴上護頸、磁盾牌和警棍 並帶上警犬在附近一帶搜查 在三樓梯間沉莫傷者 還有一把菜刀 據悉傷者拒絕透露受襲原因 案件列作雙人處理 警方正在追輯三名阿裔的男子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治安情況當街追斬 這個人被追斬上到天台 然後自己爬到樓下的單位逃命 當中亦報了警 警方大為緊張 不過當中的傷者沒有透露自己為何會受襲 看來原因樸索迷你還要有待調查 另外也跟進另一宗治安消息 先說說成俊哥 全香港都認識他 根據HK01的報道 有關聖火達打架 反黑組深夜拉左成俊 涉嫌藏武器和自稱三合會人士 報到多久問題多了 網上廣傳一條短片顯示 上星期六3月30日凌晨 一個踢拖的男子 在洪水橋鐵不滿朋友開車的時間 被人緊脫推著車 公然在街頭踏躲 自稱我和聖火 更加納起一支長羅斯批指嚇對方 要求那個推車的男司機道歉 片段其後流傳開來 引來公眾哗言 據悉初步相信 踢拖的男子的愛好叫成俊 這條片是他的女朋友拍的 成俊在片中大聲自稱 追隨阿傑佬 而此因為這樣 連累了阿傑佬被捕受查 據知阿傑佬活躍於南邊位的社團 和是聖火的頭目 據了解 反黑組探員在4月1日深夜 在元朗區拘捕這位成俊哥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這位成俊哥很厲害 即是說空對方 為何開車這麼貼我朋友的車 我叫成俊 和聖火的 看來很多人都認識成俊哥 最新的情況是成俊哥被捕 他的大哥都因為成俊太多口 結果都被捕受查 令B商本身這件事是沒有記錄的 沒有人知道的 誰知道是因為成俊哥的女朋友 拍下整個過程 不知傳給了哪位朋友 還是傳給了上網 結果自己揭發自己 另外也覺得這件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錦田路邊私家車後座打 延開門 乘客差點被撞 驚險片段風傳 網友就罵 害人精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話說打開車門下車的時間 一定要先看清楚 否則隨時有危險 近日有網友上傳車鏡片段 指行駛到錦田公路的時間 有私家車在前面的路邊停下來 然後私家車的後座車門 突然之間打開 一名乘客從車廂是報出的 片主差點撞到這隊打開的車門 嚇到驚呼大叫 幸好他及時殺車 才沒有發生事故 不少網友看完片後 都說很驚險 拿爆私家車的乘客 開門前不看清楚就下車 就說看都不看 說開門就開門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嚇死人 突然之間開車門 原來是馬路邊 差點撞到 結果幸好片主得得切 不過很多網友看完片後 都罵爆這一個乘客 一來撿命 二來差點累到人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完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問垃圾徵費就是煩過梵蒂岡 究竟事行計劃的情況如何 這個都很重要 因為最終會醞釀一個結論 究竟結論就是8月1日 做還是不做垃圾徵費 各界關注 我們持續更進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